几个妈妈都不知道的厨房小技巧 1.翻炒鸡蛋的时候把它倒在锅盖里 你就能炒到鸡蛋另一面了 2.把筷子合并起来 拿面团在上面揉搓一下 你就有好吃的面疙瘩了 3.鸡蛋不小心磕破了 就悄悄往锅里倒上一点醋 再放进裂开的鸡蛋煮熟 包出后鸡蛋就不会吐泡泡了 4.塑料瓶子割一半 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不仅干净还均匀 5.把叉子插进虾壳边缘 可以轻松包出虾肉 6.拿削皮刀可以轻松切下紫干蓝 7.把牛肉放进密封袋里 泡在水里 一个真空包装就做好了 8.用空瓶子可以轻松吸出鸡蛋黄 9.勺子沾上面粉 油炸一下 你就有好吃的面壳了 10.汤里的油太多了 往勺子里放点冰块 再锅里转一圈 锅里的油就被吸出来了 11.把鸡蛋液倒在勺子里 在火上加热一下 在里边放点馅料 好吃的蒸饺就做好了 12.把火腿从中间 切开 用牙签把它插起来 倒上一个鸡蛋 漂亮又好吃的爱心早餐 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小技巧